大家好,我是回国胖子,今天我们又来了,我们把我们的枝架调整好了,我们从拍卖场拍了一个这个回来啊,写的都可能写工艺场在发货的时候,一起看一看吧 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这是我的拍卖开的,上海那个华州站的一些东西,不知道状态怎么样 都是那个四川军政府的那个团员,哎,其实就是让我弘队搞了一句吧,我来搞点玩一玩,反正二十几块钱一个,我拍了四组 四组就是差不多 它那个打包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这个是一枪,嗯,感觉还得带洗啊,找招手还得洗一洗,东西还挺麻烦的 那这个还可以,大家可以感觉到啊,这个拍了,灯光 灯光 哎,我感觉我这个也不行了 那螺丝要紧一下了 时间久了,这个都有一点问题啊 啊,我刚才调整了一下灯的状态啊,这个钱币的可以看到了啊 感觉这个好像还行啊,不怎么需要太多的那个 啊,字还是清楚的,不是删全的 放到两倍来看,这个打开看一下 这个也是呢,需要,还需要一些清理,感觉 嗯,还行啊,我感觉,这个二十块钱一个还是能接受的,难怪我之前那个不好卖的 这个要卖这么便宜的 啊,军队服 这个是二十五块钱一个吧,差不多,头下来差不多 四组差不多一千块钱,反正一千多一点了吧 嗯,这也是的啊 一百万的,反正我开的就是那一个人上一首,我就跟着他的上一首 我就拍那个人拍的,一共上了二十组吧,还是十几组 反正有,有大概八组有能上架,我就在那八组有能上架的里面挑了四组,又上了个架 啊,就拿回来了,就上一首就拿回来了,人家没有竞争 有人家觉得可能意思也不是很大 像这个我感觉都不用再去清洗什么的,就是 嗯,避免磨损有点严重 啊,应该打个查一封四十五的问题应该也不是很大的感觉 有的可能要稍微洗一下,像这种 嗯,这种找朋友拿那个洗一洗 有的不用洗,好像还行啊,我感觉 这东西也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都有粉绣在上面,都得洗一洗 这都绿颜色的,绿颜色 我朋友说拿点酒洗一下 这个我感觉还挺好看的,绿绣 可惜这个字看不清楚 这个好像还行啊,这个字口都已经洗出来了 都没有怎么太多的那个呢 简单有一点,这边其实被我都挺出出来的 汉子,汉子这里面还得洗一洗 这第一组啊,我们看第二组状态怎么样 这种到时候粉绣的跟粉绣的合在一起 看我这里面像假的一样的 看一种小垃圾拍卖场不至于卖假的 拍卖场还是有点节操的 你看看这一组里面 这不是,这么一组 这个 这个是这样 都拿东西稍微包了一下 就这个底脏里面我感觉还是比较干净的 就只要把绿绣洗掉就行 我朋友说拿点酒去洗绿绣可以洗啊 嗯,这个也还行吧 这个,其实我感觉绿绣里面的还好一点 像是你洗出来的状态也不怎么样 嗯,状态不太好 像这边都是黑点黑底脏 麻掉了,没什么用 嗯,确实是要挑一些好的出来 啊,这个也是很垃圾 我感觉这个都是洗的 之后相对感觉 人家感觉放弃了 啊,这个也是很垃圾 啊,这个也比较凉凉了 四川同论 这个好像还好一点 正面好像落了一点 背面还不错 哎,没好一点了 挑几个出来,敲个盒子去 嗯,大汗 这种也不像滑浆灯吗 好像也是洗出来的波浆 哎呀,这都避免好多的沙啊 什么的 就是够重 就是够重 别的都没有 来,看看50分钟 还没好一点啊 这个东西50分钟 还没好一点了 嗯 这个好像还挺啊 这个好像看着还挺 不是很垃圾 这个不行了 凉凉了 哎呀 感觉50分的状态 整体要比100分的好 早上多拍一点50分的了 我感觉100分能打风的都不多 50分的话 我感觉还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打风 都应该多买50分的 这50分呢 起码这个绿袖清掉了 还是很容易打风的 嗯,这个忙了 这个洗忙了 嗯 这个洗忙了 为什么用了 嗯 这个也不太行 哎呀,怎么把这个东西好像 确实能好的不多啊 这个感觉还行 这个感觉还行 这是个小字板 这是明显小 明显小的这个 这个好像还写了个中华民国元年 是不是要贵一点 方面上 我感觉这个可能不一样 还是 上手的时候 这东西发现不一样的 长得就不一样 对啊,那长得好像就不一样啊 这个字明显小吧 对 别的我不知道 我把他知道他字比较小 嗯,他就他字小 其他字都大 嗯,还有一组啊 这一组是看看怎么样 最后一组啊 这个是铜板 这个铜板给大家洗的一下 嗯,状态还行吗 不要混 不要混 嗯,这个状态 啊,状态都有很多的绿绣啊 古人啊,他们用这个钱啊 还是有一定的意思啊 哇 这里还缺了个脚 哇,他又不吃了 没有漏的缺个脚 看人家还是挑的很精明的 哇靠,这个也都被挡了 早知道应该随机买了 我感觉 盯着好一点的买 也没有什么用啊 多花了三十块钱 还不如买那种没有洗的呢 洗好的还不如没有洗的 没有洗的可能状态还好一点 洗好的状态都比较差 你想人家辛辛苦苦洗出来 如果 对吧 好的人家就那个了 啊 啊 全部都改完了 我们一起看看 啊 啊 没看到啊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一堆都是刚刚回来的铜板 估计是要好好的洗一洗 看看有没有能搞的 啊 这一堆铜板 花了25块钱一个 到手 哎呦 感觉哎 要凉凉的节奏 看来这铜板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啊 估计得亏一点 亏也亏不了多少 通货架还在那摆着 反正就是上手玩一玩呗 成本也不高 啊 这个我看看好像还行啊 底光还有点 哎呀 总结啊 还是不太懂的 还是不要瞎拍的 我这个是真的不太懂 就是瞎拍的 估计是要烧亏一点啊 亏也快不多的 因为通货嘛 这一点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嗯 这一枚的话我也觉得状态应该是比较好的 三全的 就是把它洗好了就行了 反正能洗出来几个就行 嗯 啊 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护标棒子 拜拜